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蠻多新手爸爸媽媽想要知道的問題 也就是該怎麼樣才可以順利摸到貓咪呢? 這個問題其實對很多很熟悉貓咪的爸爸媽媽來說 可能有點無法想像 摸貓咪不就是把手放上去 為什麼會有怎麼樣才可以摸到貓咪這個問題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一開始收編這隻新貓的時候 這隻新貓的個性本身就是比較怕人比較怕生 他一看到人就會跑或是一看到人就會躲起來 在你們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貓咪可能開始沒有躲你了 跟你願意保持一段距離但是不會躲起來了 這時候你想要再進一步想要摸摸牠們 就有可能遇到下列三種狀況 第一種錯誤接近貓咪的方式 就是在跟貓咪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但是當貓咪還不是那麼相信你的時候 可能是三步可能是五步 那你看到這個機會 就想要貿然的接近牠 然後直接伸手去摸牠 因此當你打破這個安全距離之後 只會有一個結果而已 就是你一靠近貓咪就跑 你想摸牠靠近牠 貓咪就後退 你一靠近牠牠就跑走了 所以這樣子是摸不到貓咪的 那第二種錯誤摸貓咪的情形 就是你想要趁貓咪不注意 背對著你或是牠經過你身邊的時候 你看到有機會就這樣子去拍牠一下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偷偷的去這樣子拍貓咪一下 或是偷偷這樣摸牠一下呢 主要原因就是貓咪一開始來到家中的時候 所以牠躲在貓龍的角落 牠躲在紙箱裡面 你只是去放飯 只是去幫牠剷殺 只是去幫牠清理嘔吐物或是整理環境 在意接近的瞬間 貓咪會因為害怕會對你怕氣 甚至出手嘗試要攻擊你 幾次互動下來給你的記憶和心理預期就會變成 我太靠近貓咪的時候 是有可能會被打 牠是有可能會攻擊我的 所以在現在關機比較和緩 牠開始信任你的情況下 好像有機會可以摸牠 所以你就會從後面摸牠一下 這樣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錯誤情境呢? 當你這樣偷偷的摸貓咪一下 貓咪因為不習慣你的觸摸 牠沒有預期到你會這樣觸碰牠 所以牠的身體會稍微射縮或是稍微抖一下 大部分的新手爸爸媽媽 這時候都會因為貓咪身體抖一下 手趕快這樣縮回來 那你嚇一跳的時候把手抽回這個動作 還會再嚇到牠一次 所以這貓咪當下要麻就是跑走 要麻就是轉過頭來真的對你哈氣 這就真的出現了你非常害怕的狀況 牠會打人 牠會哈氣 牠真的會攻擊我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的心裡就更害怕 其實在這個狀況之下 當你摸到貓咪 貓咪它站抖一下 它射縮一下 它嚇一跳 如果你的手是保持穩定不動的話 貓咪是會跟著平靜下來的 但是如果你跟貓咪相處的時間不夠長 你沒有辦法先穩定自己 讓自己這麼穩定的去摸貓咪的話 其實是導致你們之間雙方記憶跟回憶的負面增強 在你還沒有信心跟還沒有這麼相信貓咪 貓咪也沒有那麼相信你的時候 不要冒然的從後面偷偷摸貓咪一下 再來第三種錯誤摸貓咪的互動方式是什麼呢 貓咪開始也不會躲起來 然後願意跟你保持一段安全距 你在準備零食肉泥 準備肉乾 貓咪它會甚至主動願意這樣靠近你 所以你就伸出手來想要試圖摸摸看貓咪 讓貓咪看到你這樣伸手摸 因為它還不清楚你這樣摸它的這個動作 它一開始的反應可能是稍微後退 甚至它會將手舉起來 嘗試想要做出攻擊你的動作 而你看到貓咪這樣試圖攻擊你的動作 迅速的把手抽回 這又加深了你的印象 就是對,這隻貓咪它會攻擊我 這在你的心中又造成了一個負面的循環 在你下次有機會可以摸貓咪的時候 你會更害怕、更猶豫 我們最常看到的動作就是這樣 你的手會很猶豫 然後會很害怕 在還沒有接觸到貓咪的時候 就會立刻再抽走 然後再慢慢靠近 再抽走 而在貓咪面前做出這樣快速撤退 這樣快速撤退的動作 其實是會引發貓咪的狩獵反應 也就是當你的手表現得越畏懼 越害怕 越像是一個獵物 那貓咪它是一個天生的獵人 它是一個狩獵者 它看到這樣子畏懼的獵物 會更自然的誘發出它這樣出手的反應 我們時常在看到這樣子貓咪出手打人的影片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爸爸媽媽用這樣的方式 拿豆貓棒去跟貓咪玩就對了 但是我們的手不是玩具 不是獵物 所以千萬千萬避免 在貓咪面前用快速抽走 快速抽走這樣的方式跟貓咪做互動 說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摸不到貓咪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 第一個你不夠熟悉貓咪 你沒有辦法了解跟你沒有辦法信任貓咪 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 第二個你因為之前過去的經驗 你已經心裡有預期了 在你摸貓咪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害怕 它有可能會哈氣 它有可能會出手打你 而沒有辦法順利的摸到貓咪 綜合這兩個原因 最主要還是因為你不夠熟悉的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通常都會建議先練習 先不要用你的手去摸貓咪 而是先找出一個媒介 用這個媒介去觸摸貓咪 你在看到貓咪對於這個媒介的反應之後 反覆看幾次 反覆練習幾次 再換上你的手去實際的摸貓咪 所以我們這支影片主要就是想要介紹大家一些 比較常用而且方便取得的媒介 來作為你可以實際摸到貓咪之前 可以反覆練習的用具 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呢 有一個特別需要留意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你的貓咪它還在躲你 它還會躲在紙箱裡面 躲在陰影處 躲在沙發底下 躲在床底下 它還非常怕人的話 千萬先不要嘗試摸它 可以先看一下我們頻道裡面其他 和貓咪建立信任關係方式的影片 在貓咪還沒有主動離開這些躲避處 遮蔽處 陰影處之前 我們這樣主動靠近它 主動這樣摸它 其實對它來說都會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那也會在你的心中留下很大的陰影 所以接下來的影片 適用於貓咪已經離開這些躲藏處 它會跟你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你摸不到貓咪 但是想摸它的話 該怎麼辦呢? 這些就是我們推薦給新手爸爸媽們 在你們可以實際摸到貓咪之前 用來作為練習的媒介工具 那麼媒介工具要有哪些特色呢? 第一個 它一定要可以跟貓咪拉開距離 可以跟貓咪保持一段距離的 不會直接去接觸到貓咪的 都是可以拿來作為媒介工具 第二個 媒介工具最好是長條的形狀 它靠近貓咪的那一端 最好要是比較細 越細的一端 它可以帶給貓咪越低的壓迫感 我們知道爸爸媽媽可能會聽過有些推薦 就是利用戴上手套 像是隔熱手套 防摇手套 或是電焊手套 來作為摸貓咪的練習 其實這意思是一樣的 也就是你先藉由一個保護 然後去熟悉摸貓咪的方式 但是我們不推薦手套的原因 是因為手套戴下去之後 會讓人的手掌變得更大 再這樣子直接去接觸貓咪的話 對貓咪來說其實壓迫感會更重 這些媒介工具都是非常隨處可見的 像是貓草踢枕 那主要是要這種長型的踢枕 還有木天寮棒 筆 還有這個是伸縮棒 或是指揮棒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長型湯匙 長型湯匙在面對陌生貓咪 或是在面對新的貓咪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 因為長型湯匙 它可以直接跟貓咪拉開一個距離 而且前面還可以放上肉泥 肉乾零食這類的好東西 貓咪在跟你互動的時候 可以產生好的聯想 這些媒介工具分別要怎麼使用 以及在使用上面 有什麼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呢 首先是貓草跟木天寮 其實這兩樣東西 是我們比較常用的道具 因為第一個貓草跟木天寮 本身對貓咪來說 就有舒緩情緒的效果 第二個貓草跟木天寮 是蠻多貓咪喜歡的東西 他們本身就會對這兩樣東西 可能產生反應 他們會主動靠近 讓你有機會可以去跟他們 去做進一步的互動 無論是哪一種媒介 在接觸貓咪的時候 人都盡可能的遠離 讓媒介盡可能的接近貓咪 並且從貓咪視線眼睛以下的地方 接近貓咪 例如可以這樣舉起來 讓貓咪聞 或者是放下來 讓貓咪主動靠過來聞 當貓咪在聞的時候 你就可以將這個媒介 想像成自己的手指 去嘗試摸摸看貓咪 例如貓咪喜歡被摸臉頰兩側 下巴的位置 還有耳朵的地方 甚至是胸口 媒介的作用就是 在你實際摸到貓咪之前 你就可以先了解到你的貓咪 他喜歡被摸哪些地方喔 貓草踢枕也是一樣的互動方式 人盡量跟貓咪拉開距離伸長手 把貓草踢枕 舉到貓咪的面前 視線以下的位置 讓貓咪去聞聞看 或是放在地面上 讓貓咪可以主動往前靠來聞聞看 到貓咪開始聞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勢這樣子 磨蹭貓咪的臉頰兩側 藉由這個媒介去模擬 然後去了解到你的貓咪 喜歡被摸摸哪個地方 當你越來越了解自己的貓咪 他喜歡被摸哪些位置 而貓咪也越來越習慣 被你這個媒介觸碰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將媒介慢慢的縮短 一開始如果你還是比較害怕的話 那就是摸摸看 然後再用手摸摸看 再換回來 讓自己越來越熟悉去觸摸貓咪的感覺 不過雖然我們自己比較習慣使用的 就是貓草踢枕跟木天鳥棒 但是因為這兩種東西都會造成貓咪亢奮 如果新手爸爸媽媽會比較擔心 貓咪處在這種亢奮狀況 甚至在這種亢奮狀況之下誤傷自己 誤咬到自己的手 反而會讓自己更害怕的話 我們會比較推薦其他的工具 我們會比較推薦這兩種工具 以指揮棒伸縮棒來說 他可以伸展的地方非常的長 也就是當貓咪跟你保持比較遠的距離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嘗試來跟他先做互動 那你甚至可以在前端的地方沾一點肉泥 先從遠遠的讓貓咪先吃吃看這上面的肉泥 當貓咪習慣看到這個指揮棒 你就可以開始嘗試使用這個指揮棒當做媒介 去試著替代你的手指 因為指揮棒很長的關係 所以你甚至可以沿著貓咪的背脊 輸出看他的屁股 看看貓咪是不是喜歡被摸摸屁股 這樣子的長湯匙 其實在家裡附近的雜貨店 都是很方便就可以買得到的用具 他的使用方式跟指揮棒是一樣的 也就是在前端先放肉泥或是肉乾 在貓咪習慣接近這根湯匙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用湯匙做為媒介 來找尋貓咪喜歡被摸摸的地方 當貓咪越來越習慣 而你也越來越習慣貓咪被摸的反應之後 一樣可以把湯匙慢慢縮短距離 縮短距離 然後用手指取代湯匙 至於其他的媒介部分 只要是細狀的長條路都可以 像是筆、筷子、竹筷、鋼筷 這種可以拉開距離的前端是細狀 讓貓咪不會感到壓力的媒介 都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只是如果你是使用筆的話 要特別注意 筆心這個地方最好不要拿來對著貓咪 因為通常筆的筆心 會有一個很濃的味道 有蠻多貓咪他不喜歡筆心的味道 因此你用筆尖去接觸貓咪的話 許多貓咪他會被原汁筆的墨水味道嚇走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使用筆的話 要特別注意 最好是使用沒有墨水的這一端來接近貓咪 我們下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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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小時